小朋友们集合啦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你们现在收藏到的是 中文电台照顾到的 快乐大巴节目 快乐大巴 跳大巴 欢迎今天的三位小嘉宾登场 三位好 小鹿姐姐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快乐大巴 还是迎来了三位 非常可爱的小朋友 让他们详细的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孙静轩 今年七岁了 我来自湖北省黄冈市 玉武岛学校 我的小名叫笑笑 大家看我笑得好吗 我有四个酒窝 四个酒窝呀 怎么玩 在座朱军 小子不才 姓马 名男子欲童 虚度春秋有六 受业于北京三色西之门幼儿园 虽帽不及攀难 才不及苦名 然 信或谈 达 善言谈 知礼仪 好诗书 对其交 天下 才俊 积压人也 哎呀 咱会主张吧 咱会主张吧 哥哥您请吧 有一个姑娘 她有一些聪明 那还有一些结强 有一个姑娘 她有一些善良 那还是个大队长 我是那个姑娘 又 就是我小哥哥 哎呦上来就给我们 用拖舞解绍的一段 自己就眼上了 三个小朋友来到我们现场了 每个人还带来自己的愿望 讲一下 孙静萱 你的愿望和梦想是什么 我的愿望是带弟弟去香港玩 为什么要去香港玩呢 那么多地方怎么没选选了香港 因为妈妈以前在驻港部队当过兵 我想看他们怎样生活的 吃什么 怎样训练的 顺便通过自己的努力 带弟弟去香港迪士尼乐愿玩 是你的亲弟弟是不是 是的 他几岁了 他今年两岁了 是我妈妈生的 明白 亲弟弟 我的愿望是 给为奶奶做过手术的医生 和照顾奶奶的护士演节目 奶奶生病了是吗 对 她是腰椎肩盘突出 还真懂 哪个医院呀 她是在人民医院做的手术 现在在展览录医院康复 说得这么清楚 今天奶奶来现场了吗 没有 还在展览录医院康复 那格格今天你带来了什么愿望和梦想 萧格格 因为我有一个妹妹 她叫姚格格 她今年七岁嘛 因为她总是用我用过的东西 吃我吃过 穿我穿过的衣服 所以今天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为妹妹赢得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 给妹妹要赢得一辆自行车 对不对 全新的 是不是 进入第一环节之前 掌声送给七代风铃大鱼队 做好准备 快乐大巴 马上提发 快乐大巴 孙景萱今年七岁了 来自湖北黄岗 活泼爱笑的湖 不仅为我们准备了可爱的节目 而且还为我们介绍起她的家乡 让我们跟着她走进美丽的黄岗吧 他是黄岗来的是吗 黄岗有什么历史名人啊 什么特产 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我的家乡黄岗历史远远流长 有两千多年的建制历史 遇了许多名人 比如说呢 比如说 我自己刷数发明人毕生 宋代的 明代医生李时珍 医生 现代地质科学巨人李次光 爱国诗人学者文艺多 还有国学大师黄凯 我这样包装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的那个时代 有一个神话 就叫黄岗神话 从80年到89年 这个年龄段出生的人 听到黄岗两个字肃然起敬 我们一听黄岗就叫黄岗小创业 咱们是不是考考他 看他行不行 出个题什么的咱们 好 那我给你出一个啊 出一个52加34 不用尽位的 等一下呀 我需要一张纸和一支笔 你必须写着算啊 但是我用口算会算得慢一些 你就是觉得我们这会拿不出纸笔是吗 来 给他上 我给你拿一个不止你纸笔大黑板 找一个人跟你比赛呗 好啊 我们这位满腹经轮 好 来 小先生 这边有请 你就先刚才算这个 快 不尽类的加了 52加34 52加34 等于 86 你确定吗 确定 你说六写的 你看看人家 你七岁 你几岁 六岁 对吧 你算那么半天 我靠你两位数加两位数啊 20加20等于几 40 你看人家的速度 再看看 再给他出一道 小柳姐 出一个近位的 48加46 快啊 48加46 等于94 这回挺快的 48加46等于94 我考你一个好不好 我考你一个 48加46 你要近位的 绝不能几十加几十了 太简单了 好吧 48加45等于多少 你还要算啊 数是 人家 等于 93 小柳姐 大柳姐 对 你下去稍微休息一会儿吧 今天来了之后 打算给我们演个什么节目呢 换小鸡的衣服 我演小鸡也疯狂舞蹈 我看车 我看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听说现场都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就准备了最可爱的节目 粉粉的一个小黄鸡 是不是 买酒园的小朋友你们喜欢吗 喜欢就服务场吧 那你接下来还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了 女傅马 是黄梅戏是吗 对的 我叫你让你一家一碗水流风风中庄啊 中庄暖酒好好嘛 我的空话好啊 好新鲜啊 中庄暖酒好好嘛 我的空话好啊 好新鲜啊 能说会道的马玉彤来自北京 别看他年纪小 他可是饱读诗书 出口成章对他来说 那可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不 现场和我们了解了三国 不仅如此 他还为我们深情地表演的一首诗歌 让我们感动不已 马上去认识认识他吧 宽承这个样子上来 当然不是被九九乘马表的 对吧 嗯 你是 你是给大家来讲点什么事的 三国 讲三国 三国 三国是哪 三国 魏国 蜀国 吴国 就这三国里面最有智谋 最聪明的人是谁 按理说应该是诸葛亮 嗯 但是呢 诸葛亮有好多败绩 什么叫败绩啊 嗯 就是失误 哪些失误 弃心也走繁城 拜当娘奔下口 后来六出其三 无功而返 最终病死在五丈元 哦 所以我 没稍打败仗 嗯 所以我同意意中天老师的说法 应该是 假写在三国里最聪明 哦 也是魏国的一个谋士 哎 那个三国演义 你印象最深的 是哪一段啊 关于张飞 嗯 是莽撞人 好 接下来就来这段单口相声 莽撞人 自从桃园三决议以来 大哥刘贝刘璇德二弟 关于关云长三弟 张飞张义德四弟 赵云赵子龙 那一日 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前杀了个七进 七出 七出 这才闯出 称为曹操一剑 这样勇将 也能放走 在后面紧紧追赶 追至当阳桥前张飞赶的高脚司令 不必激风 谋家在此 利有也 无妨 让过赵云人马 曹操赶到 不见赵云 仅以 嗨脸 大汗 那是何人 下后蹲延到 此乃张飞 张义德 以马 逛人 曹操大吃一惊 只见张飞 抱头 周花眼 面如润铁 海中头亮 亮中头黑 阁下一步海高燃 扎立一扎沙 犹如帮针 恰似天性 头戴冰铁盔 二龙到宝 猪鹰飘洒 身披锁字的 一连魂甲 左灯 胡头战靴 护下马 万里燕云兽 首十丈 八十楼 立于桥头 摇牙切齿 大声吐骂 曹贼听真 对 尽有你家 张三爷在此 而或攻或战 或进或退 或争或斗 不攻不战 不进不退 不争不斗 而来皮肤之位 喝声未绝 却吓得曹操身旁大将 气牙吼杰 肝胆剧烈 追马 而死曹操 拨马便走 中间一拥而退 人如潮涌 马似山崩 自相见他 此者不计其数 那真是 大喊一声 曹冰下退 大喊两声 顺水横流 大喊三声 当娘求冠 后来有失 赞之约 长板坡前 旧赵云 下退 曹操 万钧 姓张明飞 自以德万 古流方 满 座 人 那刚才呢 一开始上来之后呢 马玉彤就说了 说奶奶刚刚做完手术 是吧 希望如果梦想成真 去给医生们演个节目 对 那你今天要不要在这表演个节目 让奶奶 养病的时候 在家能看到呢 可以吗 带来一什么节目 施朗诵 抱着奶奶晒太阳 抱着奶奶晒太阳 今天的天气真好 奶奶 我抱着你 去晒太阳吧 让阳光 除去冬天的寒冷 让您的周身 庆幸 与暖意 阳光 属于每一个人 当然 也属于您 不过 您可以 多得一份温暖 这就是 我的怀抱 记得吗 许多年前 我们也一同 晒过太阳 那时 是您 怀抱着我 给我阳光 给我快乐 您的手臂 就是我 一风的大厦 您的怀抱 就是我柔软的岗 满 如今 您 也走不通路了 我要担起一份责任 在阳光 灿烂的日子 让您 去享受温暖 您看 我的怀抱 就是您 一风的大厦 您看 我的怀抱 就是您 柔软的岗湾 明天的天气 会更好 奶奶 我还 抱着您 去晒太阳 那如果你 那个实现自己的愿望 去医院 给那些为奶奶治病的 医生护士演节目 愿意演哪个节目呢 我刚才演的 抱着奶奶 晒太阳 就再给他们 朗诵一遍 是不是 这样就更多人 欣赏到这首诗了 是吗 让你的医生和护工 都能感受到你的爱 对吧 朗诚欢送吧 多彩多艺的 马萧萧来自上海 今年九岁了 她的歌声 甜美动听 她的舞姿 轻盈灵动 此番来到快乐大巴舞台 却是为了妹妹而来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妹妹赢得一辆 全新的自行车 究竟 她能不能完成 这个小小的心愿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哎呦 车都变成这样了 你给大家带来 什么节目了呢 穿的这么漂亮 今天我要给大家 带来一个舞蹈 名字叫做梦想启航 特别适合晚会啊 那种梦想启航 梦想启航那一秒 泛起我们 久违的心跳 仿佛一种激动 穿梭回导 让热血沸腾 将火燃烧 比如 有你的记号 是彼此最 坚强的依靠 毫无保留 忽听 到最后一秒 骄傲的青春 共同打造 唱 唱 唱 是我们的讯号 就是追逐 永不放慢不掉 如梦的城堡 努力就会闪耀 我要让全世界看到 梦想启航 就算是波浪套天 也要再生的场 不怕前方 有太多神怒 要为彼此互合 放手翱翔 张开翅膀 在此刻 梦影无可阻挡 坚定着希望 勇往直前 梦在未来绽放 那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 萧萧哥哥呢 说有一个妹妹 是不是 她今年七岁 她的大名叫马瑞瑶 马瑞瑶 你叫马萧萧 我叫马萧萧 对 像小的时候呢 小鹿姐姐长大的那时候呢 还没有独生子女政策 所以一般我们都有姐姐 或者有哥哥 那经常就是真的是 小的穿大的的衣服 玩大的玩具 你妹妹也是 是吧 她就是挺喜欢我的衣服的 所以她就说 她就 我不是衣服小了吗 她就说 好呀好呀 我好喜欢呀 那妹妹真好 就没有说到 我要穿新衣服 不要姐姐的 没有是吧 嗯 你看你多幸福 还有妹妹跟着你一起玩 一起长大 妹妹很乖的 很乖的 嗯 那你有没有其他特别好的好伙伴 有 嗯 我平常嘛 就最喜欢和小布朗莎和小孔雀一起玩 小布朗莎和小孔雀 那谁的名字会叫小孔雀 小布朗莎 肯定是你给小朋友起的外号 不是 不是 嗯 他们俩嘛 不是人类 是两只 喵星人 哦 两只猫啊 喵星人 你养的吗 是的 我们家有两只 嗯 是什么品种的猫 嗯 一个是鹰短蓝猫 哦 那只是牡的 还有一只是苏格兰 嗯 鹰短长得特别逗是吧 苏格兰蓝猫 点点的 嗯 我们家那只苏格兰猫 有点 好玩 它就是毛很长很长的 像加坯猫吗 嗯 有点像 好像是有点混种 然后它这块就像带了一个围帛一样 嗯 那是狮子 孩子 你没搞清楚吧 没有 一串毛那个 我哪来说就像狮子 哦 那样的小猫啊 嗯 那你平时肯定经常观察它们 跟它们玩是不是 嗯 那猫要是就说 啊吃饱了 喝足了特满意的时候 什么样啊 它就是很开心 很开心 先弓一下背 就是撑个懒腰 嗯 表演一下 然后呢 怎么叫 这样叫 哦 都听出来了 再吃点 要不要 饱了 不吃了 嗯 生气了 谁踩了它尾巴 打扰它睡觉了 生气的时候 它嘴巴就会张得很大 别看没声音 特别有威慑力 嗯 就是有一次嘛 我的朋友 来到我们家 把他们家那只大猫 也带过来了 嗯 真的害怕了 没有 那只大猫就是 嗯 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家 以前的猫嘛 它耳朵就 呜 往后面收 是它害怕了吗 嗯 因为它那只猫 很凶很凶 比它大 好多岁了 哦 明白了 那如果它好久 没见你了 见到你特喜欢 特想跟你亲密一点 它会发点 它会怎么 发点 怎么样的 咬 怎么像 这家猫要是这样 你还敢养吗 我是猫 怎么像 舞蹈啊 它就是很可爱 很可爱 就是没法形容 我就想用一种 舞蹈的方式来表达 哦 原来那样 这个观察猫 还对这个学舞蹈 有帮助 是吗 接下来还带来了 什么节目 一首歌曲 繁星拦点 什么节目 有帮助 就是很可爱 不是很可爱 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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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有我执着的光芒 爱是生命的前行 青春游戏在音乐的海洋 把未来大声的唱 就让声音传递到远方 本期变变是你我的梦想 我们就在浩瀚的宇宙发光 世界充满香香和力量 带着努力向明天永远喜好 本期变变闪烁爱的宝藏 要跳动的音符比起的肩膀 世界充满挑战和风浪 掌声掌星空的肩膀 在天上 马上我们要投票了 好吗 我们请上一号二号小选手 第一个环节呢 已经展示完毕了 如果你支持谁 就拿起手中的表决器 为他投票 来三二一 请投票 为自己拿大票 我大屏幕看一下 第一轮最后谁 得票最多 好 节播已经出来了 在第一轮当中呢 得票最高的是 马萧萧三号 在这里先出了他 帮忙团上场 看能不能改变场上的局面 快乐大巴继续前进 快乐大巴 一号选手呢 是孙静轩 他在这个环节当中呢 请上了自己的妈妈 要共同为我们带来一个 舞蹈猫鼠之夜 小猫小猫跑跑 喵喵喵 跑到河边找找 喵喵喵 边找边在叫 喵喵喵喵 抓手抓自然 瞧瞧瞧 瞧瞧瞧 喵喵喵喵喵喵 小鱼没有抓到 呀起到河子翔 小鱼没有抓到 呀起到河子翔 喵喵喵喵喵 啊 你看我多可爱 别吃掉我 要好好保护我 请别伤害我 我想和你跳个舞 共度美好时光 这节目是谁给编排的呀 这是他们舞运舞蹈学校的老师编的 这次呢给孩子这个来帮帮团加油祝威 一块登上快乐大巴的舞台是吧 是的 好谢谢谢谢妈妈和宝宝 谢谢你们 现在上场的是第二组的帮帮团 二号先生呢是马玉彤 他呢这次要跟爸爸啊一块说一段相声 相声的名字叫成语的一天 中国的语言夺大精深 是这么回事 您知道中国语言的瑰宝是什么吗 是什么呢 成语 你能把咱们一天的生活用成语说出来吗 一如反掌 这就来了 那咱们开始了啊 天亮了闹钟响了 爸爸先起床 懒龙翻身 可是我就翻了一身还是没起来啊 嘿嘿醒醒醒醒 该彤彤起床了 闻鸡起舞 他还挺高兴 好那咱们啊收拾完毕 妈妈去上班 爸爸送彤彤去幼儿园 分到羊娇 我都分哪了 都分我鼻子上来了 好我把彤彤啊送到幼儿园 这时候啊小朋友也从四面八方来 这个 殊途同归 哦 爸爸还想知道 在幼儿园 你们都学什么呀 琴棋书画 哦 你幼儿园还补点教育呢 哎 那现在呀 妈妈正上班呢 您用成语形容一下 金打西索 为什么呢 因为妈妈是会计 可不得金打细算呢 哦有道理 现在 爸爸也上班呢 您用成语给大家形容一下 鼠目寸光 说 鼠目寸光 到我这儿成老鼠了 你让大家一会儿看看 我长得像老鼠吗 谁呀这是 童童 今天必须解释清楚了 我怎么就成老鼠了呢 因为呢 你一上班就盯着电脑 哦 哦也是 我呀是搞电脑的 整天呀就盯着那电脑屏幕 打游戏 别乱说行吗 这叫服务正业 哦 这话要是让我们领导听见了 知道什么后果吗 不可受想呀 行了 咱呀别提这事了 看看表 到点儿下班 我去接童童 来到幼儿园门口啊 这一大帮家长都在那儿等着呢 这怎么说呀 手猪带兔 手猪带兔 我们家长都成手猪带兔了 这什么意思啊 家长呢像蒙夫似的 等着我们这些小兔子出来 哎你别说 还真有点像 哎彤彤 爸爸还想问你啊 你觉得今天 来参加比赛的这些小选手们 表现的如何 巴先过海 各选神通 那你的表演呢 一枝独秀 哇 他还够自信的 可是爸爸就怕你呀 马师前提 没事我会马到 成功 那都成功了 咱们怎么庆祝一下吧 来个陶铁大餐 行 好 咱全家呀 都去吃大餐 我和妈妈拿大块朵鱼 那我呢 大螺木鸡 不对了 你在那吃我在边上看着 何人没有什么事啊 忘了忘了有您的事 就是嘛 说什么事 买盘子菜是我的 我们吃完了 您去接账吧 就这事啊 他是不是挺喜欢这样的呀 觉得 从小这小孩就应该受这方面的熏陶吧 孩子从小呢重视这个古典文化和母语的学习 谢谢来到小学生送给这一堆父子 谢谢他们 最后一位小学生名字叫马肖肖 刚才呢 节目开始的时候跟我们说呢 他还有一个妹妹比他小两岁 叫做马瑞瑶 我妹妹来了 妹妹来了 下面这个节目就是请妹妹当帮帮团 接着俩共同为我们演一个舞蹈 非洲的舞蹈 感受欢迎 得好吗 最后一位小学生的福音 是一位小学生 大学生的福音 中国人也会有点证明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姐姐如果演出的话 妈妈说谁需要的话就给谁 要不然家里会很多衣服的 到时候给你打字幕 你叫发言人 这么打翻一关 对 你拿演装盲得了 反了 这是发言人 这是翻一关 有姐姐有什么好 姐姐有时候会照顾我 还有时候会陪我玩 如果我不一起玩的话 我会有点无聊的 说说有姐姐有什么不好 没不好 姐姐敢说 有妹妹有什么不好吗 我觉得妹妹她都是挺乖的 有她好就是可以一起玩 就是爸爸妈妈老了 我们还可以两个人一起照顾爸爸妈妈 这样就会照顾得比较周到 而且还可以一起结伴出去玩我们俩 哎呀 太好了 我好想有个姐姐或者妹妹 我太喜欢你们俩了 这么可爱 今天你们俩给我们留些很深的印象 表现特别好好吗 好 我们把另外两组小选手和咱们的帮帮团 也请上台来 该投票了 要投票了 来 欢迎你们 支持几号就为几号投票 谢谢大家 那么在现在呢 我们先不公布本轮的投票结果 我们要抢玩玩具之后再告诉她 亲爱的朋友 进入今天第三个环节 我们要骑牛抢玩具了 快乐大巴 大巴 完了 好了 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开心的骑牛抢玩具的环节了 亲爱的朋友们掌声欢呼声请出今天的六组骑士团 有请他们 欢迎你们 开热的骑士团 那么下面呢我们将请出的就是杰飞 让大家看一看她带了多少最棒的玩具到现场 好 有请先飞 玩具都是给你们准备的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通过这电话连线的方式呢 我们拨通一位热心观众的电话 看一下大屏幕电话号码 滚动起来 停 河北137快乐大巴 尾号6280 来拨通一下这电话 采灵回家是吧 喂 喂 您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 稍微频道的快乐大巴节目 喂 您好 有事吗 哎 我们给您送礼物来了 我是小鹿姐姐 是吗 小鹿姐姐 对 小鹿姐姐是你的 您好 刚才跟您说话的是黄伟哥哥 我是小鹿姐姐 这回声音对了吗 我讲的声音不对了 真是吧 您好 您家宝宝 我看你们的节目了 谢谢您 您的宝宝现在跟您在一起吗 她就是宝宝 我们对一个口号吧 行 那我叫她 杨阳 小鹿姐姐好 杨阳你好 我们对一个口号好不好 好 快乐大巴 五八八八 对了 一到六号 你选一个号 一到六 选一个数字 一号吧 一号 尤其一号齐齐团 来 做好准备 妈妈刚刚上场的时候有点犹豫 为什么 因为今天爸爸呢 是因为工作 有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本来说要来的 昨天晚上临时说来不了 结果没想到电话那边的杨阳就说一号 真是 所以呢 所以临时拉了一位 拉了一位旁边的邻居 坐在边上的邻居 叫他帮忙来骑下牛了 还真是 真是 明国姓氏 您有孩子吗 有有有 一会儿这位小朋友拿到的玩具 是不是应该分给那个小朋友一份呢 对 来 上牛 杨阳你说 预备出发 出发 出发 笑着 加油 上 上 上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啊 哪点人大一会儿的宝贝 一只手哎 你看一只手哎 加油 第一次见到这样起丢的啊 还没两只手 两只手 还没 加油 加油 呜 您可以两只手啊 也谢谢那位叔叔吧 帮咱们骑牛的 嗯 谢谢叔叔 哎 好 谢谢 杨阳 抢了四五样礼物 嗯 啊 我们会尽快快递到你家的 好吗 谢谢参与我们的节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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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要找第二位场外的幸运小朋友了 嗯 好 我们让大屏幕的电话号码滚动起来 请 186快乐大巴 0706 哎 我们不打一下这个电话 哎 电话通了 喂 你好 喂 你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 少儿听到快乐大巴 我是小鹿姐姐 啊 小鹿姐姐 哎 您好 是有黄伟哥哥那个吗 啊 对对对 你是黄伟哥 我也在呢 哦 跟你说我们家宝宝最喜欢 小鹿姐姐了 哦 谢谢 那就别急我了 哈哈 嗯 太激动了 真的是小鹿姐姐 您 您家宝贝跟您在一起吗 在呢 您要跟她说话吗 对对对 跟她对个口号 稍等 稍等 您您 小鹿姐姐 您 您您 您几岁了 我有 几岁 两岁 两岁了 哦 这个年龄够小 哦 那能说话已经很清楚了 快乐大巴 咪咪你应该说 说什么 说八八八 哎呦 做得这么听 太棒了 那现在有 二三四五六 五个数字 你选一个吧 你随便选一个吧 你选几号 几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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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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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咪咪咪 我们要抢完聚了 欢迎三号 几号 那刚才呢 看到那位爸爸 他单手骑牛 您觉得怎么骑 您从力学原理上解决 对对对对 您觉得他干那个科学吗 肯定不科学 我觉得 最好用脚 拴在那绳上 就掉不下来了 那爸爸 说了这么多 骑牛的方法 咱们还是上牛 上试试好不好 好的没问题 好 三二一 出发 上 妈妈还有空 给爸爸上枪 很浪漫 来 快跑 宝宝 加油 又去那边 加油 喜欢哪个男的 阿车 那电话那边呢 也是一位小女生 是两岁的妮妮 谢谢你参与我们的节目 也谢谢现场的 这组骑士团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来 我们拨通最后一个电话 停 湖北的181快乐大巴 5153 没有人接电话的话 我们只能换电话了 好 我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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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家孩子是吧 对 是我家的是吧 是你家的 喂 喂 小朋友你好 你几岁了 六岁 喜欢快乐大巴吗 喜欢 记得我们的口号吗 快乐大巴 真棒 选一个号吧 现在有二号 三号 四号 五号 六号 那我想一想吧 就选 三号选过了 对 一号 三号选过了 就选二号吧 二号 好 有几号 继续团 爸爸平常提运动吗 运动早 挺早 我爸爸是鸡鸭子的 你说 我爸爸是鸡鸭子的 我们家有养殖场个体 他说的爸爸鸡鸭子不鸡牛 家里面有养殖场 有农场 对 农场 哦 农场里面都养的什么呀 鸭子 全是鸭子呀 还有烤鸭有羊 北京烤鸭 哦 北京吃的那个烤鸭 农场里全是北京烤鸭 对 哇 牛 这怎么样 对牲口应该比较了解 应该没问题 应该没问题 妈妈说 能驾驭得了 应该没问题 能驾驭得了 来 宝贝准备一下 预备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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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加油 加油 别从那儿上 实现啊 还有高级啊 太眼泪了 大不跑 哎 哎 加油 这以后是得当格子的料 好多都是这么好的 加油 你快下来了 孩子 我发现都拿到了吗 嗯 拿到了 是吧 嗯 那下次还来不来 来 告诉你周围的小伙伴也来 好不好 嗯 嗯 好 谢谢 好吧 那接下来呢 就再进入到我们今天 最后一个环节 看看哪位小朋友的梦想 可以在今天的快乐大巴实现 快乐大巴 哦 爸 爸 爸 嗯 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二轮的结果 和两轮相加的成绩 如何 请看大屏幕 两轮成绩相加呢 最后得票最高的是三号选手 马肖肖 一百三十四票 祝了他 同学感谢另外两位小朋友参加我们节目 很开心 为妹妹得到了一辆自行车 终于 妹妹 有一个东西是先属于你的了 在这呢 我们也希望全国的小朋友 只要你有才艺啊 只要你的爸爸妈妈 希望能够把你带到北京来展示你的才艺 就赶紧报名就好了 哎呀 你进去变成梦想了 谢谢 妹妹有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 对 还有自己的自行车夫 亲爱的朋友们 我坚持不了多久了 这期节目就这样 下期再见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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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